你好 這裡是快遞 請問妳現在在家嗎 好 現在嗎 妳已經到了嗎 對 我在樓下了 好 這裡是貨到付款 麻煩準備5499元 隨便亂寄 既然妳收了又打開 妳不能退了 錢妳已經拿走了 不是寫 這什麼 滿身的內褲這妳買的 怎麼我買的 那是妳的名字 怎麼我買的 他買包裹 他很多 但常常他拿回來之後 他又不開 因為已經多到不行 我都堆在門口 根本也忘了 他也都忘了 他都忘了他買什麼 他說有時候打開說 今天到齊了 這個東西不是我要的 然後放一下時間時候 因為他都有7天見賞獎 退貨只能在7天之內 他常常都在7天 第7天打開那個包裹 說這東西我要退貨我不要 你馬上現在現在幾點 11點半 麻煩妳12點錢 載我去7-11 把他辦理退後 我說妳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常常做這種事情 OK 真的是很困擾 沒有 不是 因為就是我每一次去7-11 他們都要拿身分證 因為我的名字又太好記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妳是去 對 我很煩 我是真的滿常就是買到一些 就是自己都不曉得 到底那個是不是我買的 但錢都付了 而且有一些時間 有時候有一些小東西 妳就想就算了 妳就不要去退了 好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那個詐騙實測VCR 來 可以看昨天照片 照片 照片 算我們昨天不是去吃 對 妳還沒給我 還沒給你什麼 照片 笑一跳 我一定要跟我邀請 等一下我接一下電話 喂 請問是蔡依林小姐嗎 對 我是 你好 我這裡是快遞 請問妳現在在家嗎 好 現在嗎 妳已經到了嗎 對 我在樓下了 好 這裡是貨到付款 麻煩準備5499元 隨便亂寄 既然妳收了又打開 妳不能退 錢妳已經拿走了 好 我先馬上下去 好 謝謝 然後 5500這裡給妳 好 我找妳一塊 不用找得太好 謝謝 謝謝妳 謝謝 謝謝哭囉 謝謝依依贊助的 5499元 奇怪喔 這是妳的吧 這是妳的 對啊 就打最後給妳的 怎麼是我的 這什麼 男生的內褲 這是妳買的啦 什麼我買的 那是妳的名字啊 什麼我買的 它上面有電話啊 妳要不要打一下 對啊 好扯喔 對不起 您走過的現在有空號碼 真的是空號 好扯喔 看一下地址 內褲耶 好啦 不然這樣子好 我馬上載妳去啦 到了喔 就這裡而已喔 這一間 對啊 不像一個公司啊 而且 這貨櫃屋耶 對啊 是這間嗎 對啊 地址就這裡啊 妳看這邊也沒有別的東西啊 妳肯定就是被騙了啦 也是啦 妳不要一直這樣講 我跟妳說 下次妳真的是買東西 一定要看清楚 真的要監察耶 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對 可是這好難喔 妳要知道他們這種東西 貨到付款 對不對 到那邊妳就付了錢 他就收到這種錢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錢 他拿走了以後 你拿到的貨 為什麼裡面一定有東西 對 免什麼責 沒有啊 我真的有給妳的東西 我真的有給妳的東西 我是放錯了 之類的 放錯的貨幹嘛 責任就沒有那麼重 我只是記錯啊 妳能告我嗎 像這種貨到付款 我是一定當場就開的啦 我絕對不會說 貨到付款我還給錢 然後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有禁止我當場開嗎 沒有嘛 為什麼不在樓下 直接開箱錄影拿出來說 這個不是我訂的 立刻 因為有時候不給錢 有時候大熱天 妳就看那個 那個貨譽公司在趕時間 說蔡小姐快點快點 妳的多少錢 妳就也不好在那邊檢查 然後衣服可能還打開來看有沒有瑕疵或什麼 對 就不太好在那邊等 所以就想說乾脆就收衣 或者是像就趕快 我們很想買一堆東西 就是妳訂的每一樣東西 都要List起來 對 所以這個真的不是我 這個物流公司它是真的 只是我們用我們的演員去演而已 對 所以妳在現場一打開 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的 當然啦 如果常常買東西 很容易會忘記 買太多了 但是確實是 不要說沒有打開就給錢 好虧喔 而且剛剛它好貴喔 五吃九九耶 我就知道了